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平台要提供 上千个甚至上万个 有机会年收入百万的 如果你想要创业的话 你只要上平台 你就可以找到自己的客户 举凡你任何生活上命用得到的 不分时间 晚上也可以享用这个服务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三五项三五 我是Tate 那我们今天诸主达到全系 鲁雷是要来记录 包含是一个开始 这件事情呢 我们已经筹备了半年以上 可能一年左右了 这也算是我们频道的关系企业 我们频道经营四年多来 常常会遇到年轻人 会留言说 现在年轻人根本买不起房子 我们今天这边就是提供大家 一个赚钱的机会 大学生兼差也可以 你好好努力 大学的四年你毕业 就有可能有机会 存到你买房子的头期款 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平台 要提供上千个甚至上万个 有机会年收入百万的 这个平台我们把它命名叫做 全能委托所 全能委托所的logo 还有包含我们APP出现的这个图案 特别感谢我们的粉丝 涛涛设计 他们在视觉设计上面是非常有想法 全能的拳 它也是一个这样子的形状 所以它的设计很像屋顶 然后它也跟我们原本 三五线的产物很像 那个小人当初是我要求要有鲜黄色 就是比较有活力 比较有热情 搭配了蓝色的衣服 所以我们就出现了这个全能委托所的logo 但我第一次看到这个logo说 好像无敌心哦 这是我们这个logo的由来 也很感谢滔滔设计 除了做一些视觉设计 他们也会做品牌的规划 整体的branding 他们都可以做 反正大家如果有平面设计的需求 我们把资料会放在资讯栏 它会放在这边 有需要朋友们可以找他们 我可以分享一个 我很喜欢马云讲的一句话 就是说一个人的一生 它是什么规划 20岁到30岁的时候 大家应该要找一份好工作 跟一个好老板 然后找一个有发展的主管 你可能跟着他会怎么样 就是这段时间 我们花很多的劳力 去换取我们的收入 那30岁到40岁的时候 要做自己最想要做的事情 也就是说 我们累积了一段时间 累积了一段收入了以后 那我在30岁到40岁 我们可以创业 我们可以去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情 在这个时间是 我们可能有一点本钱 然后又还有很有体力 也很有梦想和热情的时候 可以充斥的时候 那40岁到50岁 要做是自己最在行的事情 就是自己最熟悉的事情 超过40岁到40岁50岁 这个阶段的时候 我们不要去冒险再重新创业了 创业会不会成功 还是有机会成功 可是失败的几率有可能更大 50岁以后 多花时间陪陪自己的孙子 60岁70岁以后 没事多晒晒太阳运动运动 人的一生其实就这样规划完成了 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 不管是送餐还是开车 我们卖的这些劳力 当然我们可以换来 也还不错的收益 但是一技之长可能仅限于开车 我们今天要讲的全能委托所 就是说每一个人可以有不同的功效 比如说现在的市况啊 很多人买的房子 大家就会有装潢的需求 可是现在大家知道装潢在外面非常的缺工 我认识的设计公司啊 几乎生意是做不完的 在这个产业上非常缺乏人力的 比如说在木工啊 或做油漆 这些师傅以前就是说学徒嘛 学徒在进入任何一个产业 不管是学水定还是泥座 可能前面就是真的做学徒 三年五年七年才出师 可是现在不用啊 现在你真的会你肯用心做 累积一定的经验 自己就可以出师了 全部的产业都缺工 那加上现在做室内装潢的话 很多人喜欢发小包 或者是我家里面一个开关坏掉了 叫人来只修一个开关 可能一百块两百块三百块五百块 其实如果我是工 我可能都懒得赚这一条 所以就会造成很多人家里面某些东西快了 然后想要找人修 也还找不到人家修 但我现在产生物平台也已经经营四年多了 我们决定用平台设计出更好的服务 可以帮助到更多人 我们在全能委托上就有很多很多的媒合机会 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跟不动产比较相关的 水电你做木工系统柜 或者是你铺的地板 或者是做防水工程 这些都是跟我们不动产比较相关的 那当然我们现在才正式开始 我们会增加越来越多的工项 放在平台上面 当然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师傅 上到这个平台可以提供这样自己的媒合的服务 比如说搬家啊收纳师嘛 去你家帮忙整理啊 美甲美睫 脸部美容啊 或者是宠物的照顾啊 这些都可以到府去服务的 我们累积到现在已经有超过173个工种 除了上述我们很震惊的工种以外 举两个例子很有趣的 一个叫做代客打蟑螂服务 我不晓得啦 应该大家都有这个经验 因为我们团队在讨论的时候就发现就是 有人怕蟑螂嘛 那种会飞蟑螂 然后根本是自己连打都不敢打 在那种情况是非常的无助 你就非常想要打电话叫人家来人家帮忙打蟑螂 就我记得我弟他在念大学的时候 骑了45分钟摩托车去帮一个女生家里面打蟑螂 然后第二个也很有趣的服务叫做代客道歉服务 那有些人尊严又很贵啊 他觉得他的尊严非常的至高无上 他做错事情了 他不想面对我们每一盒 有人帮你代客道歉好不好 两项都是蛮前卫的服务 我们也有提供许愿墙 如果在上面找不到你想要服务 或者你想要做工作 你都可以把这些丢出来 那团队会试情况去增加这个功效 这一套系统啊 跟Uber Eats是一样 就一边是师傅一边是消费者 那我们是透过平台去煤盒 在煤盒的时候我们可以丢出我们的需求 然后找到不管是价格适合我的 或者是时间上可以配合的 讲到时间又可以跟大家分享 不管是做打扫啊还是做任何的修东西 一定都是白天 比如说就是早上9点到下午6点以前 现在越来越多人都是夜猫族 他白天就是在睡觉 然后他如果为了家里面修个热水器 还是修个什么东西 他必须要打乱他原本的作息 变成说他早上要起来 然后去让工班进来 然后弄了自己很累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平台上 如果是无声的工程或静音的工程 或者是一些不要发出噪音的修缮 例如说刷油漆啊 帮你洗碗 帮你倒垃圾 帮你洗衣服 举凡你任何生活上面用得到的 不分时间 晚上也可以享用这个服务 那这样可能会有人问说 师傅怎么筛选 在师傅筛选上面 这是有一个考核标准的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到平台上面去看 如果我真的很厉害或很万能 我水电也可以做 我还会油漆 我打扫也很厉害 我就可以把我自己这么多工相抱上去 就可以招揽更多的客人 当然男女生不限 那因为我们叫做全能委托所 所以来的师傅男生就叫全哥 然后女生就叫全姐 那在这个媒合平台上去媒合到 适合自己的工作 这件事情呢 对于我们的传统产业也是一个特殊的创新 假设我们想要开一个美甲或美睫的工作室 那我要先去弄个店面 弄个店面以后还要装潢 每个要有水电费 还要担心如果客人不够的话 我要去缴那个房租 我们把实体经营的成本去掉以后 如果你想要创业的话 你只要上平台 你就可以找到自己的客户 甚至你可以精进自己 让自己有更多的专长 然后去接到不同的工种的工作 刚刚我前面讲了 我们提供很多个年收入 有机会一百多万以上 甚至两百多万以上 到底做什么工作收入很高 那我们随便举几个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要换马桶这件事情 其实换一颗马桶四千块 会换马桶的师傅可能两个小时 到三个小时就可以换一颗 那一天可能换可以换两颗到三颗 那一天收入就一万多块 再来还有什么也很赚钱 防水工程其实也是很赚钱的一个工项 还有装潢后的细清 应该很多人有叫过清洁 有点类似打扫阿姨 一般的打扫阿姨去你家 扫扫地托托地 然后桌子擦一擦 然后可能把它玩洗一洗 这一般的打扫收入也算还不错 可是我说的打扫是进阶 叫做细清 我记得最近一次请四个小时要 一万六到一万八吧 三到四个小时 然后也是来差不多三个人而已 他也是一个蛮高收入的工 然后再来老旧的浴室翻新 或是整套的厨具翻新 这些其实他们的收入相对都是 比一般的工还高出蛮多的 那但是他必须负有他一定的专业 就是可能有牵扯到管线 有破坏到墙面 或是你有没有遇到要做防水涂层 那这些都有一些专业在里面 当然全人委托所也有提供相关的课程 之后都一并会在网站上 或是在APP里面都可以找到资讯 到这边我们先讲一下怎么加入 那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不管你是苹果还是安卓系统 你就打开来下载全人委托所的这个APP 那这个APP它本身就有师傅版跟消费者版 下载以后按照步骤就很好点写 有用过没合平台的人 用这个应该是非常快速就可以上手 再来是我们在这个系统平台上 一样设有评分机制 也就是说如果做得好 就一样会被评5颗星4颗星 那等人做不好 你会被评到3颗星2颗星 当然你的心急越高的时候 你可能做一样的事情 你可以开出比人家更高的价钱 在任何产业都一样 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服务也是一分钱一分货 一切都还在规划 赶快拿出手机下载 不管你是消费者还是师傅 你找不到人来服务你 还是你找不到客户赚他的钱 你们都可以上来美合 即日起至8月31日 这段时间是APP开放给大家测试的阶段 在此诚挚地邀请各位下载全能委托所 为了在将来提供您一个方便且有品质的美合平台 欢迎大家在使用APP后到下方留言区给予任何的回馈 因为优质的服务都来自你们每一个真心的回馈 也鼓励大家到全能委托所的独家功能 许愿强 张贴您无法被满足的居家收散或生活服务需求 让各地专家们有机会听见您内心的呼唤 最后 如果您具备全能委托所的工项专长 现在立刻注册 申请且通过审核成为师傅后 就可以获得收奖资格 详细活动办法及最新动态 都欢迎到全能委托所粉丝专业查看哦 那最后全能委托所还是由自己公司内的职缺 我们有缺行销 缺专案 还有缺客服人员 可是听我讲完以后 你们可以比较想要成为师傅吧